游价波动影响,外围市况表现持续反复,恒指阻段低开后,一度见23483点全日低位,跌穿20天线,23733点 即使有一批牛正租打靶,五市重返20天线之上,最终收报23893点,升0.42%,国子收报9670点,上阳0.57%,大市继续在3月中形成的上升通道运行,全日交投970亿元,维持较平淡的水平,衍生工具即使交投活跃,占全日成交近三成 反映入市短线操作居多,港会逐强势,触及7.75强方保证水平,令金管局两日内三度入市,由于近期美元情强,吸引包括内地资金增持港元避险,本地银行同业拆息偏高引来吐息活动,部分业前亦趁势流入港股短炒,北水南下资金流入增加,短期在新经济股带动下,其他板块轮流炒作, 恒指自高位回落约1200点后见支持,国际原油价格波动成为市场焦点,除了因为全球经济受累疫情影响,各地的封城躁拖及活动停摆,令石油供求持续失衡,一方面拖垮产由国收入,不小规模较小的产油营运商要承受颇大亏损。 所发行的债券有违约风险,部分银行甚至有撥备之余,上日美国确认感染人数在创单日新高,正拖着传统经济板块的后腿,而纽约旗油合约因石油储存设施不足而受压,并导致布特兰油价跌破每统20美元水平,创于100年新低。 大航唱好中资航空板块,油价大跌,石油衍生工具技术性震荡骤增,如本港上市的三星原油期货,ETF03175昨天收报1.79元,再跌46.08%,三星原油期启动转仓计划,把6月期邮合约调换为9月期邮合约。 该ETF的管理公司三星资产提醒基金单位持有人。 在转仓活动下,一旦6月期邮价格回升,便失去享受价格上行的机会,同时又警告,由于合约价格,可能跌至零甚至负数,最坏情况下资产净值或归零。 持有人可能蒙受重大损失。该ETF短期实不宜尖手,三桶油亦偏远。 由復古鱼安东油田033337跌2.06%,但有草油设备的中石化贯得00934亦市升6.27%,收报3.05元。 已有大航急不及待推介机场与航空股。目前北京首都机场00694每日班次极其疏落。 但瑞讯指内地市场因复产复工而略有改善。4月份在客量按连跌70%,以较2月急划85%为佳。 由于趋势正面,把首都机场目标价升至6.6元。平级亦上调至跑赢大市。该股作收报5.39元。升6.73。 富税指国内机票价格反弹。对中国航空业转为看好。认为内地业务于2月中旬已见底。 结合油价低迷及货运收益率有强劲反弹。三大中枝航空亏选将收窄。 与买入评级。上调国航00753。南航01055及东航00670目标价至6.8元。5.3元及4.3元。 作天三股均上阳超过3.7%。不者相信内地经济活动是最早复苏的地方。短线博反弹者。应严定以上次低位作止食。 医药及医疗设备股持续成资金热炒板块。平安好医生01833及阿里健康00241在标7.2%及10.89创新高。 医药股配股消息不绝。计上日中生制约01177。主要股东减持套现后。 昨天有上市不足一年的汉心制约03692以每股26.75元配售1.3亿股。 筹34.77亿元。以用于研发项目。由于集资旨在发展。 教股东及基金减持正面。作天该股收报28.6元。升0.53%。 稳守配股价之上。月初康熙乐生物06185主要股东减持3.1%股权。 套现约6亿元。近日期待其新冠病毒疫苗将展开第二期临床试验。 作抽高8%。收报147元。反映医药股配股集资多有后着。可看位短炒。近日海外一些产业龙头企业。对行业前景颇有参考价值。被视为宅经济受惠股的Netflix。公布首季破纪录增添1580万新用户。 估计第二季度再上客750万户。主要受惠疫情带动订户急增。但对前景审慎。 摘经济股份在上半年上可维持乐观。但大部分利好因素已反映。 估计下半年将市获利回吐之时。中央扶持晶片股成接力强。可口可乐首季度业绩倒退25%。 强美元及疫情对餐饮与运输等的不利因素拖累。 中港两地的饮品消费股相信会受不同程度的冲击。 区内半导体龙头台积电对行业展望有保留。包括半导体供应链有中断之余。 对内地晶片及软件板块而言。或可视为有危有机。 除着高美限制晶片输往中国。内地智力提升自主研发生产。 中山远件03888。ASM太平洋00522及中兴通讯00763中长线有利。 期间无疑会有较大起伏。包括来自外围不明朗政策。 但中央扶持将有增无减。 。